爱拉给你救赎 你就逃离吧 我逃出来了 我当然逃出来了 我从那个无法用任何字句描述的地方逃离出来了 那十二秒里 我听到了海洋 那尖踏与恒星 我身处它的掌中 被送到了交汇处 然后我醒了 凌晨四点的朋友 那张充满恐惧的脸 终于变得安详 我从病床上爬起身 有各色衣服的人在我面前穿过 我不理会 我要去找他 我要告诉他我活下来了 那个在不可见的一切中 拉住我往光明处走的人 我会来找你 于是我终于到了 他所在城市的医院 他的病房 护士姐姐您好 啊什么事 这个病床 那个人 死了 他 他的父母 啊 只看见他儿子 啊 不是说这儿床到我会痛吗 昨天现在死亡 人家走了 我感觉 我的手 被扯过去 二笔东西 我听到他的声音 你能不能先看看病床号码 我看不清他的脸 因为我已经泪流满面 啊 我们没有战胜神明 我们只是活下来了 比起无数死在黑暗中的人 幸运地活下来罢了 这就足够了 我抱住他 放声痛哭 他拍着我的背大笑 眼泪滴在我的后颈 我是鬼爵 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 我感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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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